是有聖人之道四焉,以言者尚其辞,以动者尚其辨,以制弃者尚其障,以补逝者尚其尖。 译经有聖人之道四,即是词变,像尖,以译经来谈论人,即是崇尚逆词,以动作形为的人,即是崇尚逆的变化,以制作器具的人,即是崇尚逆的像,以细挂的人,即是崇尚逆的占卜。 词以君子将以有为也,将以有行也,问焉而以言,其寿命也如向,无有远近忧心,谁知来物,非天下之至精,其属能与此。 所以君子将有所作为,将要行动的时候,探问于逆以试华,而逆即会以六十四咬当中的吉词应答,即是试得吉凶之词。 这就受到逆道的指引,如响之应声,无论远近忧心,无人直逆的占华,终于知道了解将来事成的变化。 并非是天下最精心的人,谁能够如此呢? 三材五行或阴阳之素,参合五位的变化,错终其数字的推演,通达它的变化。 终于成就阴阳之素的神妙,而译里面阴阳挂淆的文词,也因此而可以推知。 极尽数字的变化,谁能笑定天下的物象,非天下最神奇变化的,谁能如此呢? 亦无私也无为也,直言不动,敢而遂通天下之故,非天下之至神,其属能于此。 亦经本身是无私类的,亦无作为的,是很安长直正的,是不动的。 人如果想,感发兴起而运用,最终能够通达天下一切的事情。 如非天下最神奇美妙的,谁能够如此呢? 乎亦,圣人之所以极心而言己也。 亦经是圣人极尽忧心研究神机莫测的一门大学问。 为心也,故能通天下之至,为己也,故能成天下之无,为神也,故不质疑促,不行疑治,只若,亦有圣人之道四焉,者此之为也。 正为他的忧心,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智,正正是他的神机莫测,所以能够成就天下一切事无,正是他的神妙,所以能够不见他,是很急的,而是自然快速,只看他行不到,而能够到达。 孔子就说,亦是有圣人之道四焉,者此之,就是此事。 感谢观看